各位投资者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收盘说 今天是9月2号啊 我是刘洪明 今天咱们就不录像 采取这个录屏方式的 给大家介绍一些新的指标 说是新指标 并不是说真的是新的啊 只是有些投资者呢 拿到我们软件之后呢 很因为我们指标确实是比较多 在证券分析软件嘛 这个并不是说操作 直到你马上就买卖的 其实直到买卖的操作呢 其实也有指标 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啊 非常简单一个指标啊 也可以提示买卖 本来今天我想讲呢 应这个收监收要求讲这个获利纵横 但是呢 我觉得获利纵横 因为上一期我提到过 还上上期我提到过 下期我弄一个以前的课件 给大家再详细讲一下获利纵横 今天先讲一个资金流量的一个指标 在了解这个指标之前呢 希望大家对这个软件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概括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天然50软件中指标是非常非常多的 呃 但是呢 应用起来呢 其实我们常用的指标确实并不多 其实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大家可能是通过我们讲课也好 或者说看微博也好 我们时间或精力有限 而且这个很多渠道呢 是不适合全面讲的 呃 所以说呢 很多大家看到常用的指标 可能大盘这边呢 就几个啊 大单流向啊 委托比盘面资金 包括还有一些大单流向的相对值 对吧 还有一些同步系数啊 或者是三大等级指标等等 这些大盘是这些 盘后呢 大家好像呃 也是受到我的一些不好的影响吧 因为我盘后这个收盘说说老实讲 筹码筹码啊 所以说呢 大家好像以为这个盘后或者个股里边只有筹码 其实指标是非常非常 复杂或者是非常非常多的 首先说几个几大的体系吧啊 天然委托比主要的几个大的指标体系 一个是大单大单系列指标 像大单主力线啊 像大单主力线大单流向啊 这些都是包括还有盘中的 包括盘中的像这些 大盘动力大单动力啊 大单动力啊 大单动力不是大盘动力啊 大单动力等等这些呢 都是大单系列的指标 包括衍生出来的大单流向 大单流向衍生出来的这个魔方柄图 啊 还有大单主力线衍生出了魔牌 啊 包括还有一些主力线等等啊 大单主力线还有大单动力 包括气质上一些指标我就不多说了 这些都是大单系列的指标 大单系列指标呢 它是采取它是主动进攻盘 主动进攻盘 因为一支个股啊 比如说像这种个股就 你会发现没有被动卖盘 对吧 没有被动卖盘 只有这个被动的买盘 看不到被动卖盘 然后如果大单的有呢 是采取进攻的主动大单呢 会采取会有数据 那市场来说呢 基本来说是有四股力量 一股是被动的卖盘 一股被动的买盘 一个是主动的买盘 一个主动的卖盘 然后主动的卖盘去进攻被动的买盘 然后主动的买盘去进攻被动的卖盘 那么这个在主动进攻这块 中间主动进攻的大资金啊 叫大单主动主动进攻的不是大单还不算 你挂一手是主动买进那也不算 挂一手主动卖的也不算 所以说大单系列是主动的 所以说大单主力线大单流向等等 这些都是主动盘 而这个被动的买卖盘 那就另一个系列指标 像盘面资金 还有委托额 委托比 这是被动的 那么一会我就会想一下这个盘面资金 今天的问题 那么被动的被动的系列就比如说 像委托比 还有像委托额 委托额 这个委托额 还有盘面资金 这都是被动的 或者说委托的指标 被动的信息 被动被动系列 或者说叫刚才如果大单系列主动进攻型指标 那么这些叫防御型指标啊 也可以 那叫进攻型 这叫防御型指标 这是两大体系 还有其实个股方面还有两大体系 还有两大体系 就是一个是筹码系列 啊 筹码筹码系列 筹码系列 包括筹码系列衍生出来的博弈K线无量昌阳 我所讲的博弈K线 博弈K线是筹码衍生出指标 成本凝线也是筹码衍生出指标 包括货率纵横 包括货率纵横在哪呢 货率纵横 货率纵横进行筹码等等 这些都是筹码衍生出的指标 所以说筹码是一系列指标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 还有一系列指标叫资金指标 资金系列指标 这个资金系列跟那个大单资金 和那个盘面资金是不一样的 咱们给大家加进来 先了解一下 以后我再详细讲叫资金流量 当然还有资金存量呢 还有这个流动市值啊 以及流动市值 我以前我讲了吧 这些都是资金系列指标 那比如说呃大体上来说啊 分析股票和大盘这会儿啊 整体来说有四四大体系 这个四大体系中呢 你会发现看盘过程中可能会有些矛盾的 呃这就是说 因为他所开发的或者说所观察的对象是不一样的 所以经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啊 呃呃 有时候说说实话 我确实没有回答啊 这个你问这样的问题 也确实盘面资金 比如说有人说这盘面资金比较高 但是大单是卖出的啊 盘面资金比较高 大单是卖出的 这是不是矛盾呢 经常会有这样类似这样的问题 呃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是两大体系 一个是防御型指标 一个是进攻型指标 他进攻是主动卖出的 但是防御确实比较好 这并不矛盾 知道吗 这并不矛盾 那么如果你再知道了筹码系列 筹码系列是什么呢 是判断投资者的一个成本 以及这个庄家的一些动向的 这样一个系列指标 那么今天讲的这个资金系列指标 资金流量 资金存量流动市值等等 这些资金系列指标呢 他是通过量价关系反映一个趋势 比如说资金流向 还有一个资金流向 非常简单的一个指标 资金流动市值 我就不说了啊 以前说过这个问题 然后大盘后面有一个叫资金流向 这都是资金系列的指标啊 这都资金系列指标 然后如果要是把它看判断指数的话 判断指数资金流向 你会发现非常简单 资金系列指标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用法 就是红色和绿色 红色买绿色卖 那你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交叉的 一个 他的交叉的呢 也就是说这个一个叫资金 流入 一个叫资金流出 然后呢 他有 呃 其实是MF MF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资金流量 MF就是资金流量 那么两条线 一个是流入的这条线 资金流入这条线 一个叫资金流出这条线 如果流出的这条线上去 流入这条线下来 这是死差啊 这个时候显示为绿颜色 那就是应该卖出 如果变成红色啊 变成红色的时候 然后资金流入大约流出的时候 那么就变成红色 这是不是应该买入啊 呃 如果以此类推的话 你会发现呃 这个指标会把所有的趋势啊 你看这个红色的 把所有的趋势全部 所有的 咱们看啊 所有的趋势基本上 红色的在这对吧 所有的趋势都 然后调整的时是在这对吧 然后买入在这 基本上买入 然后卖出的时候在这对吧 当然 这也有红色的 这是买入对吧 然后卖出呢是在这对吧 但是呢 趋势领指标有一个 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 最大的缺点就是质后 哎 一定要知道啊 这个资金系列指标 趋势非常非常的完美 如果让他讲 事后来讲故事 非常非常的好用 如果要是 哦 说实话 如果要是 我是销售 销售人员 或客户人员 售钱的话 我可以这种资金流量给你讲 讲的完美无缺 让你所有的股票 都能找不到什么缺点 买卖的呃 如果要随便拿一只个股 你会把所有的个股的买卖点 基本能够掌握好 然后呢 获利绝对是比较丰厚的 但是这个指标 大家知道 呃 呃 就是他质后 就是说他翻例的时候 一般是已经 已经开始下跌了 翻红的时候 已经开始买入 这是所有趋势型指标的弱点 哎 那你去发现 如果跟这个对比 你会发现大单 大单主力线就不是这样 大单主力线 他基本来说就是一个很直的一个趋势 这跟自己流向就完全不一样 哎 所以说你会发现他俩也是矛盾的 但是他俩的所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你不要呃 我最担心一个问题 为什么很多新指标我不要给大家讲 也不想讲太多指标 就因为大家拿到太多的指标之后 会拿这个指标对比 其实对比是可以 但是 呃 不同的角度 所反映的问题就不一样 比如大盘那边进攻型指标比较强 防御型指标比较弱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分析 比如说大盘 大单是持续流入的 比如说大单是持续流入 但是抛压比较大 那你会怎么分析 买盘比较小 这个时候你怎么分析 那么说明上工是法力的 对吧 上工之后呢 会出现抛压 然后防御型呢 也就是买盘跟不上 那可能会回落 如果要是下跌的时候 大盘资金是卖出 大盘资金卖出 抛压也是在卖出 然后买盘也是卖出 那么这时候肯定是显示不好 但你说哎呀就这样起来了 我跟你说这块位置 并不是说指标所能 就是说一定要找到这样点 也就是说很多人分析指标的问题呢 就是说为什么指标拿到手里 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他一定要验证自己的 验证自己的观点 就是如果这个指标不能验证自己的观点 那这个指标就不好 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还有一个呃大约的误区就是说 要指标把所有的买卖点全部验证出来 那这也是个一大误区 就是说必须要指标把买点卖点最高点最低点全部找出 这才是好指标 我可以告诉你这样指标没有 而有的就是这种资金今天就给你讲这样指标 这样指标买点卖点都给你找出来 但是他有个最大弱点操作写的其实非常难办 对吧 那咱们就讲一下 啊 那么 盘 个股对吧 就没有资金流向了 个股就叫资金流量 就MF 资金流量呢 你会发现是这样的一个指标 就是 咱们用黑色行吗 黑色可能看得清楚一点 黑黑色底色方 方 哎 这个红色就是资金流入 绿色呢 就资金流出 这个柱的长短呢 代表流入的多少 那你不要去跟这个大单净流入对比啊 我都知道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 呃 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你去跟他那对比 他那永远对不可能完全对上 你要知道 这是资金系列的指标 这个大单系列指标 哎 说的添错了 更改 不是大户啊 大单净流入 哎 好 这个大单净流入 其实就是盘中的大单流向 啊 就是盘中的大单流向 如果大单阻力线 你在 我刚刚那个放在哪了 如果添加一个再添加一个大单阻力线 你就完全会封掉的啊 这个七百七百五十日是吧 那咱们调成一日的 那其实就是什么 调成一日的大单阻力线 就是当天的大单阻力线的数值 对吧 那比如说这三个指标 你会发现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 对吧 那但是你会发现 这有一有几点 有一点就是大单净流入 也就是大单流向和大单阻力线 这个一天的 其实是差不多的 你看方向 这一天流出 对吧 这天流出 然后呢 这两天 这两天也是流出的 这是数值 然后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 这是红色的 然后这是回落 对吧 你看发现它是回落的 但是它是绿色的 但它是回落的 它有一个稍微有些计算 稍微有些计算 你看 这是红色的 然后红色的 红色的 红色 它是有个折线 它是用折线反映出来 这是用柱状表现出来 但是它俩差不多 但是跟这个资金流量就完全不一样了 也就是说我可以告诉你是这样的 大单净流入 大单阻力线 这个大单系列指标 刚才我讲了就是主动进攻型的 它是L2数据 L2数据 它是真实的大小单 根据真实的主笔成交统计出来的大单的指标 就是它是真是一点点钱敲出来的 它是一点点钱敲出来的 那么你说但是资金流量呢 不是资金流量 所谓的这个资金流入流出 它其实是价格和成交量 这是L1数据 它是L1数据 那么咱们就不看这俩数据 不要去对比 不要再有这样的问题了 这个它完全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就看你怎么去分析 然后呢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红柱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入 这个前面这也是有 这是绿柱 什么是红柱 这是泛红的 这泛红只是不是特别大 因为之前这个太大了吧 这太大了吧 前面的都对比出来 也就是说 最简的一个用法吧 就是红色的时候 红色的时候连续三天 你买入 绿色连续三天 你卖出 如果这样的话 咱们就可以看一下 最近 先看最近几点 红柱 红柱 先看最近几个 一天红 两天红 三天红 好 第三天买入 对吧 买入 然后红柱吧 还是看着资金流道 还是红色 红色 红色你还可以拿着 然后呢 绿色 绿色一天没事 两天没事 这个又没事 123 这天好 这天卖出 这是亏损的吧 这次亏损的 然后这次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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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入 然后一直都是红色的 没事吧 这次你赚了吧 这次赚大了 然后赚大之后 绿色一天没事 两天 三天卖出 好 对吧 那你可能卖的是第四天 对吧 那第四天可能实行这种操作 比如说红色蓝色 那就这次是一次亏钱 一次赚钱 但赚的应该是比 亏的多 然后呢 在以此类推之前的 在以此类推之前的 这是很长的绿柱 那咱们看 这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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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买入 这一天买入 对吧 震荡时 我跟你说这种趋势指标 震荡时会 会很麻烦 但是呢 他基本来说能够掏顶 完成 然后这会儿 绿色大概在这卖出 然后呢 红色买入 然后绿色呢 在这卖出 这次赚钱 但这次亏钱 对吧 这其实就是个成型化交易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成型化交易 他能赚到 他能躲避最大的亏损 他能他能把最大的亏损躲避掉 然后他也能把最大的赚钱抓 抓住 但是他会把那种呃不大不小的那种震荡是 你会反复的追涨杀跌 明白的意思吧 趋势指标都是这样 跟均线是一样的均线 如果要是你按着均线 呃 早上就不比了 大家自己看吧 呃 这不用显示移动均线 均线 如果金插死插的话 你基本来说呃 按两个短周期来说的话 也会显示追涨杀跌 对吧 那如果再往前一点 也就是这样指标在牛市的时候 不要太牛啊 牛市的时候特别特别牛 因为他会把所有的这个大的你都能抓住 比如说什么时候红色的啊 什么时候红色的 就随便找的股票啊 啊 最早吧 咱就从最早翻 这是一三年 咱们假如说从最牛的时候位置开始 红色红色 对吧 红色红色 这可以一直买入吧 这个 绿的才三天 没事 因为第四天不用操作就可以 对吧 那这天你卖的话 接着这会也能买回来 对吧 然后红色红色你就一直拿 这绿色只有一天 没事 红色红色 哎 好到这变成绿色了 那这天你可以卖出 那就是说最近的这一次操作 应该是从这到这 你发现了吗 所有的大牛市 大牛股中 所有的上涨都能抓住 然后呢 暴跌你也全能躲过地 暴跌都能躲过去 然后又变成红色了 这天买入 这天卖出 这是有个 这会有个小的亏损 对吧 这是小的亏损 然后呢 什么时候开始买入 这会就买入 然后这个卖出 这短短折腾了一下 红色对吧 如果要是三天红色 一二三 然后这天买入 一二三又变绿了 然后这天卖出 这天追涨 然后这天下跌 少亏了一点 然后这天一二三四好追进来 看能不能赚钱啊 追进来 这第四天买进吗 什么时候变绿呢 就在这追进的吧 然后绿绿绿好在这卖 然后这个最大的赚钱 你也能抓到 对吧 然后呢 在这买进去 这天 然后在这卖出 也就是这会亏了一点 但你会发现 事后所有的买 掰自己去看啊 所有 你看 你会发现 立柱这么长 然后你会在这个最开始的位置卖出掉 也就是说资金流量能够你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趋势 也就是说跟着这个趋势走呢 最大的牛市能够抓到 最大的熊市能够躲开 但是呢 在不大不小的正常市中 你会被追涨杀跌 反复的追涨杀跌 这就是资金流量指标 资金流量指标怎么算出呢 他就根据这个价格 就股价上涨下跌 这个价格 它其实是一个趋势 价格与成交量反映出来的 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 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牛市 趋势是无敌 震荡市 震荡市的时候会很无耻 震荡市是很无耻 然后趋势 趋势是很无敌的 明白的意思吧 这就是资金流量指标 可以把它当为当作一个参考 但是你如果严格按照这个交易的话 几年下来是能赚钱的 但是呢 你就 你可能会在几次中呢 就会主观的判断 然后主观判断一次 你可能就错过一次大的牛市 如果要是在震荡市中会反复的被折腾 你一次错 两次错 反复几次错 这我随便举的例子 如果你要去你找那种贵州猫台 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牛啊 对吧 这就是资金流量指标 当然这个指标呢 希望大家自己去再摸摸索一下 最后呢 再回答一个问题吧 那就是这个今天这个隔离电器的问题 开盘的时候 沪深300指数和 深市指数呢 盘面资金多了很多钱啊 这个 这就是这个 盘面资金影响的盘面资金 这 委托额 好 大家看啊 大家总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看这违买额才100多亿 开盘时 违买额才160亿 170亿吧 但是为什么盘面资金是5000多亿啊 盘面资金 它并不是反映真实的数字 明白的意思吧 它是个数据模型 它跟这违买额有关系吗 有关系 但并不是完全 它是根据一个模拟的一个数据 反映 因为会 如果要是违买额的话 你会发现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每天的违买额没有太多参考价值 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说 每天的成交量 它已经是事后的 你不能分析当天的 那么 只有一个 介于这个 违买额和成交量之间的一个指标 叫盘面资金 这盘面资金只有天狼50有 它是一个盘中能够反映市场中流动性的指标 如果要你真正找格列这样的极端的例子 那它可能是失销的 对吧 就相当于掌听板打开跟跌听板打开的时候 这大单流向和单的主线也是失效的是一样的 总有这样的指标 你说 总有这样的个股会对大盘造成影响 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 你不能说叫阴耿费时吧 你不能说因为怕噎着就不吃饭 对吧 这样的指标 这样的个股 并不是经常有 你说让我们怎么删掉呢 发现这只个股了 然后把它剔除掉 那每天替 替这样的指标怎么替呢 什么一个标准替呢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用指标的时候就灵活 比如说发现盘面资金 我为什么能够第一时间 大家说互乘300这个盘面资金不对劲 那我第一时间找到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你用浏览界面 然后盘面资金排排序不就可以了吗 你发现有一只个股是今天完全是 完全是不对的 那他肯定就是出现异常了 对吧 这有盘面资金吗 然后定制列 定制列 没有盘面资金 你给加过来 实时的盘面资金在哪呢 这呢 加过来 给他放在最前面 如果要是你会盘中发现 你看平时的时候 这些个股的盘面资金都是二十多亿啊 十几亿啊 那你说这个这些个股有二十几亿的 有人说总说今天盘面资金怎么那么不靠谱 那这你平时没看或者没有软件的 平时这盘面资金也跟违买额对不上的 不可能对的 还是那句话 如果对上 违买额跟盘面资金能对上 那我们为什么要开发出两个指标呢 就相当于大单流向跟大单主线 如果能对在一起 那我们为什么要开发两个指标 它各有优点 各有缺点 然后不同的时候 你看怎么去分析 对吧 那比如说今天很明显的一个就是这个谁啊 就是这开盘是隔离电器嘛 你一排序盘面资金隔离电器一千多 开盘是五千多 其他都是几百几十 那显然就他有问题 对不对 这个非常简单一个东西啊 也就是说说白了就是这样啊 天狼五菱软件这个指标呢 初学的或者刚进 刚开始拿到软件的指标 这个投资者 我们一般会中规中矩的告诉你这个指标是用法 比如说大单流向的单向敏感双敏感 怎么判的单边是正仗式 盘面资金趋势背离 然后呃这个一看位置 二看趋势三段背离等等这些 然后盘面资金盘我怎么看筹码 大概就一些简单用法 但是所有的这些用法之后 这是初级的 中级之后你会发现加入自己的一些分析判断啊 什么是该用这个 什么是该用那个 这是这是中级的 高级的就是啊看一眼啊知道了就完事了 并不是说真的也一定要纠结于哪个指标 哪个指标究竟哪个哪个矛盾 其实绝大多数像我们也就达到个中级指标 但是盘中基本看一眼就知道慢慢的 嗯也就是说指标它是个工具 呃所有这几个系列指标 我给大家最后总结一下 大单系列呃委托系列 或者说大单系列叫进攻型指标 然后委托系列叫防御型指标 这是两个系列指标 它不可能一样的啊 呃还有一个就是资金系列 还有一个就是筹码系列 这是几个长四大系列长应指标 它是分析分时盘后个股都可能全面的分析 但并不是说每个指标必须全一样啊 这是不可能的啊 全一样指标可能如果都一样都变好的时候 那可能有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大家去怎么理解问题 好吧今天呃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 我们下周再讲一下货率纵横吧 货率纵横用法那其实跟这个资金流量有点像啊 有点像 好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